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方也有一场不安的风暴正在酝酿 原先在鸭绿江对岸宽广的满洲平原上 似散而居的女真族纷纷投靠在好战又强悍的婆珠卫回下 那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 所以朝鲜将帅们对此事感到芒刺在背 为了打探和牵制对方 他们决定利用另一批女真族 这些女真族归属朝鲜而居 他们被称为成敌野人 他们百余年来久居在朝鲜土地上 他们也因此受到双方的排斥 所以他们既不是女真族也不是朝鲜人 他们是一群惨遭鄙视的卑贱之人 而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年幼的雅信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此时的雅信正在禁区费斯郡游荡 他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破旧的洞穴 洞穴里有一座诡异的石碑 石碑上用女真语记载着一棵植物的资料 上面写着让王者死而复生的草 但必须付出代价 与此同时 费斯郡中的小鹿正在这里到处觅食 由于朝鲜禁止子民踏入费斯郡 所以许多动物和植物都在这里繁衍生息 这只小鹿也不例外 此刻他盯上了一朵紫花 这朵紫花正是石碑上记载的生死草 伴随着紫花入肚 小鹿竟然倒在地上开始浑身抽搐 等到他起身后 他双眼变成了怪异的惨白色 这时他面前的草丛开始摇晃 一头脚尖的猛虎在草丛里若隐若现 换作平常 小鹿早就转身逃跑 但这一次 他竟一边咆哮 一边朝着猛虎冲去 被激怒的猛虎一跃而起扑向小鹿 在被猛虎撕咬脖子时 小鹿的嘴竟还在不断咬合 他好像还想品尝猛虎的肉体 但最终他被猛虎啃食殆尽 而猛虎的身体竟也开始逐渐颤抖 不久后 两个巡逻的官兵在费斯郡的边境发现14具被弓箭射杀的女真族的赤裸尸体 那些尸体的手上有着婆猪卫的标记 由于事态过于严重 离费斯郡最近的秋波镇的指挥使在得知情况后 立即带着官兵赶往现场 他在一个赤裸的女尸手中找到一颗红猪 再看到红猪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这件事是谁干的了 这时他手边的副手询问他 这件事该如何是好 如果被婆猪卫知道他们的族人被弓箭射杀 那他们绝对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指挥使听到后 命令众人立即骑马前往潘湖部落 他要用女真族来对抗女真族 另一边 潘湖部落的首领正在为秋波镇的镇民切割黑猪 切割完后 镇民直接将一块猪肉扔在地上 这是作为切割猪肉的补偿 首领看到后并没有在意 他和族人早就习惯这种被人看不起的生活 随后首领将猪肉煮成肉汤分给族人食用 这时他看到女儿亚信回来了 他立即将亚信叫到一旁训斥 因为他看发现亚信鞋子上沾有泥巴 这代表着亚信去过费斯郡 他担心亚信会被发现 一旦被发现 军队就会立即进行切舌之行 而亚信却认为自己去费斯郡的初衷是好的 自己想摘取山针来给卧床不起的母亲补身体 他还向父亲说出了自己发现生死草的事 他想利用生死草让常年卧床的母亲恢复意识 而不是像一个活死人一样 一直躺在床上 突然远处传来马匹声 指挥使带领官兵赶到此地 首领见众急忙招呼族人一起行跪拜之礼 然后他就被指挥使单独叫进木屋 进入木屋后 首领立即拿出了用精致皮盒组成的贡品 这个皮盒是潘湖部落独有的手艺 他们的生活来源一大部分都依靠于贩卖皮盒 但指挥使看到后 却没有像往常一样收下 他命令身为朝鲜密探的首领立即渡江前往婆猪卫所在的地方 他希望首领利用女真族的身份散播消息 就说费斯军遇难的15个婆猪卫踩深刻 全遭老虎袭击而死 首领立即答应此事 但他心里明白这个消息完全是虚假的 骁勇善称的婆猪卫怎么可能会被老虎杀死 在指挥使临走前 他像往常一样清求指挥使赐予自己一官半职 只有这样自己和族人才能摆脱现在卑贱的地位 而指挥使也像往常一样让他继续等待 随后指挥使带领官兵回到了与秋波镇所连接的朝鲜军营 这里是专门为守护鸦禄江所建的营地 此时指挥使跟随副手来到一个房间 房间里的尸体就是那14个女真族 他命令副手立即烧毁所有尸体 现在朝鲜面临动荡之际 光是南方的倭寇入侵就已经让朝鲜精疲力尽 如果北方的猪婆卫手掌阿里多干 借此名义侵略朝鲜的话 那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他们必须铲除一切证据 然后指挥使单独去拜访了杰度使大人 在进入房屋后 他看到杰度使官帽的链子上少了一颗红猪 这时他询问杰度使前两天是不是去磁座林打猎了 也就是离费斯郡最近的那个山 杰度使听完后便痛斥他管的太多 还声称自己没有见过那14具尸体 幻音刚落指挥使表示外界的人只知道死了15个人 不知道只发现了14具尸体 此在费斯郡的人都是骁勇善政的婆诸位 除非是杰度使的亲卫部队出手 不然就连自己也无法带领军队 悄无声息的杀害那些人 自己知道杰度使是赫赫有名的贵族出身 自己也相信逃跑的那个人不会活多久 但就算是贵族也无法承担 让国家岌岌可危的重罪 自己希望这是杰度使最后一次任性 自己会马上组织百姓猎杀老虎 以此来转移视线 临走前他警告杰度使 刚刚说的事情不是请求 而是命令 如果杰度使不照办 那很有可能下一个被老虎杀死的人 就会是他 另一边在鸭鲁江的彼岸 一群人正在遥望军营升起的白烟 他们正是婆诸位的军队密探 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彻查此事 当晚亚信从父亲那里得知 他要去鸭鲁江彼岸的事 他很担心父亲 他表示为什么部落不能跟其他女真族 一样去投靠婆诸位呢 首领告诉他 一百年前 部落的先祖曾经住在费斯郡那块土地上 那块土地是朝鲜之王赠予的礼物 那时的君王还下次官职免除税赋 但一场瘟疫导致一切进毁 瘟疫过后 费斯郡的所有资料全部被焚烧殆尽 那个地方也被朝鲜列为禁区 部落因此流离失所 但即使是这样 自己也不能背叛当初那份恩情 自己这次任务回来后会求得一官半职 让部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此时听完父亲解释的亚信不再伤心难过 他觉得等父亲回来后 一切就能彻底改变 于是他目送着父亲坐上小船 前往鸭鲁江彼岸 可他不知道的是 一场灾祸即将袭来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 亚信让弟弟照顾好母亲 他想给父亲一个惊喜 他要去费斯郡寻找生死草 他要用生死草治好母亲 与此同时在婆柱卫的城镇中 首领正在吆喝着自己手中的精致皮和 等到周围人聚集过来后 他开始声称 此座领有一只活了千年的老虎 为了捕捉那只老虎 已有上千人网送性命 前段时间那15人也是如此 话音刚落 一个满脸微笑的人 询问他是否是真的 首领急忙表示 是自己亲眼所见 那个人听完后 大笑着告诉首领 最好是真的 如果造谣的话 自己绝对会杀死造谣的人 不久后雅信再次来到破旧洞穴 他拿着刚刚采集的生死草 仔细研究这石碑中出现的资料 通过学习 他终于掌握了如何使用生死草 另一边 指挥师召集镇民 开始进行售虎行动 可一段时间后 他发现情况有所不对 以往害怕罗生的猛虎 竟主动袭击拿着铁盒的人 不仅如此 猛虎好像变得更加适血 周围到处都是他残杀的镇民 为了不让更多人受伤 指挥师急忙命令镇民撤退 他则带着官兵继续追进猛虎 此时撤退的一部分镇民 竟脱下衣服朝着猛虎的方向追去 他们正是婆主卫的军队密探 随后婆主卫的密探和朝鲜官兵 都出现在遍布芦苇的平原中 他们争先恐怖地冲向 平原中央不断走动的猛虎 朝鲜官兵想隐瞒真相 密探想查明真相 这一切都取决于谁先抓到猛虎 可接下来令人恐惧的事情发生了 无论众人如何攻击 猛虎都在继续行动 他仿佛感受不到疼痛 密探和官兵接二连三地被猛虎杀死 好在指挥室的长枪贯穿了猛虎的头颅 猛虎这才不再动弹 一个密探也因此得救 不过他起身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划开猛虎的肠胃 然后将手伸进去寻找线索 但他在胃里什么都没有摸到 这说明猛虎最近这段时间没有吃人 所以那15个女真族不是被猛虎所杀 在得知情况后 密探告诉指挥室 自己的王会为族人报仇 说完他便转身离去 他要去通知首长阿里多干 战争开始了 夜幕时分 在费斯军的亚信准备带着生死草回家 路上他看到一具插着红色剑羽的女真族的尸体 他突然想到前段时间发生的事 他觉得这个人一定跟那15个人有关 与此同时 潘虎部落遭遇袭击 袭击部落的人竟是婆娑位的首长阿里多干 从男人到妇孺 他没有放过一个 等到亚信回家后 他看到烈火几乎把部落燃烧殆尽 无数具尸体被吊在空中 这是婆娑位用来震慑敌人的死人塔 此时的阿信看到一具尸体的脚上 还绑着一个项链 那是他父亲的项链 伴随着亚信绝望般的痛哭声 他成了潘虎部落唯一的幸存者 几个月后 亚信在漫天大雪中 来到朝鲜军营拜见指挥室 他恳求指挥室为潘虎部落报仇 他表示 虽然自己不知道婆娑位袭击部落的原因 但自己知道要血债血偿 自己可以等一年 十年 二十年 多长时间自己都愿意 自己只希望强盛之国朝鲜 可以帮助自己 让婆娑位流下血泪 为此自己什么都愿意干 指挥室思考骗格后 便答应收留亚信 因为他需要一个新的女真族密探 随后亚信被安排在秋波镇的一个猪圈居住 他为了报仇 甘愿成为秋波镇所有人的洗衣工 即使是这样 周围的镇民也没有因此感谢他 他们反而觉得亚信很卑贱 因为亚信自己收拾了族人的所有尸体 伴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 亚信开始学习如何成为密探 他还超空去费斯郡练习弓箭 他知道迟早有一天 他要把弓箭射在仇人身上 就这样 亚信逐渐从小女孩变成一个停停于理的少女 但他的初衷一直未变 那就是复仇 可生活并没有眷顾他 官兵小胡子看上了亚信 而亚信为了继续留在军营 他任由小胡子在自己身上胡作非为 不久后亚信终于完成指挥使指定的目标 那就是绘制一张婆珠卫军营的地图 他为此一直在婆珠卫军营附近徘徊 经历这么多年的努力 就连婆珠卫军营的换班时间 他都了如智障 随后指挥使收到命令 朝鲜与倭寇的谈判破裂 南方边防需要加强戒备 所以指挥使手下的大军需要马上出发 当晚指挥使和副手一起找到亚信 他们也看到了小胡子的所作所为 在严厉警告后 他们放走了小胡子 立即前往亚路江彼岸调查那边的情况 自己需要确信 在大军离开后 那边不会有任何行动 夜幕来临 亚信来到婆珠卫军营查看情况 他趁军队出去演练时潜入了军营 在军营里 他找到了一个被削成人棍的俘虏 那个俘虏竟是他的父亲 俘虏看到亚信后 希望他杀死自己 自己过得太痛苦了 亚信痛哭过后 选择了结父亲的性命 然后他把军营的粮仓焚烧殆尽 这样做可以让婆珠卫 短时间没有任何异动 清晨时刻 亚信如同行尸走肉般 走到了朝鲜军营的大门 他对父亲的死亡无法释怀 这时朝鲜军营的大军从大门里走出 他们要立刻赶往南方边界 为此朝鲜军营里只留下了部分官兵 当他们经过亚信时 亚信的视线突然被一个人所吸引 那就是跟随大军出动的节度士 亚信看到节度士的剑囊里 都是红色剑鱼的只 这让他不仅想到小时候看到的事情 这一刻 他开始思考婆珠卫袭击部落的真实原因 他觉得这件事跟朝鲜有关 夜幕来临 亚信直接潜入朝鲜军营的职务室 这里有着指挥使写下的资料档案 他毫不留情地杀掉了职务室里发现他的人 然后他在木柜里找到了关于 当年婆珠卫事件的行动记录 原来当年指挥使为了不与婆珠卫宣战 他选择牺牲亚信所在的潘湖部落 他在守护行动中递给婆珠卫的密探 一个精致皮盒 他声称这个皮盒是自己在尸体堆里发现的 密探一看那个皮盒正是潘湖部落的拿手之作 再加上潘湖部落之前是费斯郡的主人 所以婆珠卫认为 潘湖部落为了保护土地杀害了那15个人 于是他们消灭了潘湖部落 此时的亚信终于得知灭族惨案 背后隐藏的真相 他的脑海里开始浮现出这么多年来经历的一切 紧接着滔天的怒火席卷全身 亚信在此刻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他不能依靠任何人进行复仇 他要亲手让朝鲜和婆珠位血债血偿 一段时间后 小胡子再次来到猪圈 他是来找亚信的 这时他看到亚信的床上有几朵紫花 突然亚信拿着匕首将他打倒在地 深夜巡逻的两个官兵 在阴影里发现了一个步履满山的人 他们本想上前询问情况 但那个人竟一边嘶吼一边急速冲向二人 他的双眼竟是怪异的惨白色 就在下一刻 一个官兵被扑倒在地 那个人用牙齿狠狠撕咬着官兵的喉咙 一旁的官兵急忙把他推开 谁知他又开始撕咬其他人 此时在军营的一个房间里 一个官兵上完厕所准备继续睡觉 突然他发现周围的人都没有了呼吸声 掀开被子一看 那些人的喉咙已经被人用刀划开 就在下一刻 一具尸体竟嘶吼着扑向一旁的活人 另一边走进植物室的指挥室 发现副手已经被人一刀割喉 尸体的额头被人划开一道斜口 斜口里有一朵紫色的小花 察觉情况不对的他立即转身拿上自己的军刀 顷刻间副手竟起身朝他扑来 好在他反应及时 用军刀将副手钉在柱子上 并用烈火焚烧 一段时间后军营沦陷 到处都是嘶吼的丧尸 活人只要一出声 就会被成群结队的丧尸所淹没 此时的指挥师已经逃到军营大门 只要打开大门就能逃往秋波镇 而站在屋顶的雅信 并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 伴随着空中的呼啸声 指挥师的头颅被剑枝贯穿 临死前他看到了杀死自己的人 他很后悔为什么当初不斩尽杀绝 随后大批丧尸涌入秋波镇 一部分反应过来的官兵 开始用武器砍下丧尸的头颅 可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一道道剑枝将他们击倒在地 现在的雅信不需要一击毙命 他只需要射伤那些官兵 其他丧尸会帮助他解决一切 这时一个官兵集中生智爬上房顶 他请求雅信拯救自己 雅信听到后 直接将他的手掌钉在房顶 官兵随之发出剧烈的参叫 参叫声引来成群结队的丧尸 雅信趁他们啃食官兵时 用火油和烈火将他们全部燃烧殆尽 不久后秋波镇和朝鲜军营的所有人 几乎都被丧尸吐鲁殆尽 雅信则利用烈火将丧尸尽数焚毁 然后他推开猪圈 此时猪圈里被捆绑的男人 急于恳求雅信放过自己 他正是小胡子 雅信没有吭声 他把小胡子装进布袋 啰嗦在的位置 他看到无数个族人在向他招手 这些人都是他的家人 等到他走进木屋后 一切随之改变 一群被锁链捆绑的丧尸出现在雅信眼前 而他并不慌张 他像往常一样跟那些丧尸打着招呼 紧接着他把装着小胡子的木车 推进丧尸群 这是他给家人带来的食物 原来雅信在当年利用生死草 将族人的尸体全部变成丧尸 在这个过程中 他学会了合理使用生死草 那就是将尸体的额头割开一道斜口 然后把生死草插进去 一个时辰后 王者就会复活 不久后 雅信将生死草献给朝鲜有名的医师 他谎称生死草有着让人复活的能力 他知道最近朝鲜君王染上了重病 眼前的医师一定会将生死草运用到治疗上 这正是他的目的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生死草的威力 况且他还在其他地方隐藏了大批丧尸 即使这个计划不成功 那群丧尸也会将朝鲜啃食殆尽 到那一刻他的复仇就成功了 然后他又来到了鸭鲁江彼岸 他在这里堵到了婆主位首长阿里多干 他知道自己射出的这一剑会完成复仇 同时自己也会被阿里多干旁边的士兵杀害 但他不在乎 因为他已经答应族人 等到完成复仇后 他就会去陪伴他们 就在下一刻 雅信举起弓箭向仇人射出了复仇的一剑 这部电影与历史相结合 完美地展现了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事情 权之弦的形象也极其饱满 虽然丧尸的剧情是在之后出现 但之前的剧情就已经深深吸引到观众的眼球 其实相比于丧尸带来的恐惧 人性的恶劣更加突出 总体而言是一部极其优秀的韩国恐怖剧情电影 好了 我是不喜加布 我们下期再见